《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 中共在香港暴力鎮壓香港民主運動 隨後澳洲政府承諾為境內香港人 推出避風港簽證項目 允許他們將簽證延長5年 並提供轉成永居簽證的途徑 明年3月5日開始 澳洲境內的香港畢業生、技術移民 和學生簽證持有者 可以申請191類別或189類別簽證 這兩種簽證類別新增了專為香港人設置的移民渠道 191類別的簽證適用於澳洲偏遠地區生活、工作或學習至少三年的香港人 189類別的簽證適用於澳洲居住至少四年的香港人 申請這些簽證的香港人 無需達到目前技術移民的分數門檻 只需滿足居住年限和最基本的條件就可以 例如持有有效簽證 並達到健康檢查 個人品格要求 和國家安全要求等 11月1日澳洲移民部長霍克發布聲明說 新簽證將為澳洲境內持臨時簽證的畢業生和技術移民提供獲得永居的途徑 目前這些香港人的澳洲簽證已經獲得延期了 聲明還表示這些專門針對香港人的簡化簽證類別 將吸引技術人才並建立商業聯繫 幫助澳洲提高生產力和創造更多就業的機會